我是小盟主 我就是盟主 其实我一点也不忙到 我还凶 今天决定一个人来到度假村玩一玩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度假村的人突然的多了 听着到处的枪声让我有点慌啊 其他人毕竟都是四人一队的 翻过来就看到一个小呆瓜 那你就赶紧离开吧 附近的枪声这么多 怎么就是看不见人在哪里呢 去房顶看看他们到底在哪里 怎么上不去呢 慢慢的从旁边卡上去吧 谁在打我 打掉这么多血 吓死宝宝了 还是快点跑吧 他们过来我就凉凉了 藏在这个地方回点血 应该不会被别人发现吧 刚刚那个小呆瓜太可恶了 我要慢慢的杀回去 终结那个小呆瓜 下面有人跑过来了 那我就先用你练枪咯 有个小呆瓜跑过去了 他应该还没有发现我 追上去看看 人呢 跑哪儿去了 确认过眼神 我与伤对的人 我与伤对的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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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羊在这儿呢 啊 开跑开跑 被发现了 他好像追过来了 哼 趴在门后面 等他过来直接终结他 不对啊 他什么时候跑到我后面去了 你是闪向过去的呀 啊 吓死宝宝了 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出来怎么还遇见了 两个小呆瓜 看我生猛的活力 就问你们怕不怕 竟然丢他最有次急跑了 这样的队友 要他何用 我去帮你解决 这个塑料队友 不用谢 我只是看不惯塑料队友 吓死了 怎么突然冒车一个人 塑料队友 竟然也有人救啊 山坡下面有两个小呆瓜 那我先解决一个吧 等队友过去救的时候 再把你们一举歼命 哇哦 有个空头扔到了度假村 快去看看空头里面有什么 我能用到了的 就是三机头和三机甲了 神器的换单速度有点慢 就先不要了 在决赛圈要小心一点 都不知道敌人在哪 扔个手来看看 献一下他们的注意力 这居然都能炸死人呀 上最后一个小呆瓜了 先解安全去看看 哼 原来在当伏地母啊 那就拜拜了您呢 喜欢盟主的朋友 记得关注一下盟主吧 每期我都会为大家 带来精彩的小游戏 千万不要错过哦 拜拜